特朗普释放重大信号 CNN报道称 美国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克·梅多斯对该媒体表示 美国将不会考虑控制正在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 据报道 梅多斯是在CNN国情咨文节目上做出这一表态的 他对节目主持人杰克·塔珀说 我们不会去控制疫情 我们会把有关疫苗、治疗和其他疫情缓解方面的实情控制住 梅多斯将新冠肺炎形容为像流感一样 白宫办公厅主任素来有白宫管家的外号 但是身居要职的梅多斯明显表现出放弃治疗的意思 更为过分的是 特朗普现在还开始将锅甩给了美国的医院和医护人员 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的竞选集会上暗示 美国的医院有意编造夸大新冠死亡病例数据 特朗普声称 美国的医护人员是为了金钱和利益 而蓄意夸大了美国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 作为美国总统 特朗普的这些奇葩言论引发了美国网民的公愤 有网友指出 特朗普政府抗疫失败导致数百万人被感染 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美国医学会、美国医师协会等行业协会纷纷发声 驳斥了特朗普的荒谬言论 CNN在10月26日评论称 特朗普政府宣布无条件向新冠肺炎疫情投降 评论还称 特朗普没有加入战斗就投降了 他将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失败的总统被记住 针对梅多斯的言论 拜登及其竞选团队10月25日晚些时候发表声明 对梅多斯进行了批评 声明称 令人震惊地承认政府已经放弃尝试控制疫情 他们放弃了保护美国人民的基本职责 声明还称 这不是梅多斯的一次失误 而是坦率承认了总统特朗普从危机一开始就明确采取的策略 挥舞白旗并期望通过忽略他病毒就会自行消失 然而病毒没有自行消失也不会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ABC证实 美国副总统彭斯身边至少有5人被检测出新冠病毒呈阳性 包括他的高级助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 随着秋冬季节的逼近 美国报告的新冠肺炎病例数量已达到第二波高峰 美国的单日确诊人数也刷新了一波又一波的记录 在刚刚过去的24个小时 全美新增确诊病例超过9万例 刷新了23日刚刚创下的疫情爆发以来 单日新增病例数的最高记录8.37万例 美国新冠肺炎感染者超过8.3万人创下单日新高 比今年7月创下的记录还高出6000多人 这一迹象表明 新冠病毒在秋冬必定会重击美国 28日财经网消息 白宫终于确认了市场越来越明确的事实 11月初大选以前 很可能无法出台新一轮财政刺激 美东时间本周二美股5盘 特朗普表示 可能在大选后会达成有关刺激的协议 他说大选后我们会出台迄今为止最好的刺激方案 此后三大美股指中道指和标普500保持跌势 道指跌幅略微扩大至170点 标普一度跌近0.2% 纳指仍涨约0.5% 若保持此势头 标普和道指将连跌两日 收创本月内新低 此外周二下午 特朗普的竞选网站遭到了短暂的黑客攻击 事件发生在当日下午4点后不久 黑客们可能入侵了 donald.trump.com网站的服务器后端 并用一长串模糊的JavaSkrip的代码 替换了关于页面 模仿了FBI发布的此网站已被占领信息 攻击网站的黑客声称 掌握了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起源的内部信息 以及其他与特朗普相关的负面信息 同时提供了两个门罗币地址 门罗币是一种加密货币 很容易发送但很难跟踪 由于这个原因 这款加密货币已经与诸如此类的黑客攻击行为 联系在一起 据美国新闻周刊25日报道 上周日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在一贯保守的德克萨斯州的支持率领先于特朗普 自1976年以来 德克萨斯州在美国总统大选中 从未支持过民主党人 报道称 拜登在德克萨斯州可能投票的选民当中 获得48%的支持率 相比之下只有45%的人支持特朗普 和9月份进行的类似调查相比 拜登的支持率有了显著提升 报道还称 德克萨斯州拥有38张选举人票 历来被认为坚定地支持共和党人 但许多分析人士预言 德克萨斯州可能会导向民主党阵营 特朗普政府对疫苗的态度 也决定了他的选票 继巴西州长对美国财富杂志 称赞中国疫苗是全球最安全的疫苗之后 美媒再次发文称 中国疫苗能救美国人的命 彭博社在26日发布的一篇文章中 指责美国政府不采购中国的疫苗 报道称 在进一步临床试验和其他研究取得成果之前 美国并不清楚哪种新冠疫苗是最安全最有效的 因此联邦政府提前购买了七种新冠疫苗 在理想情况下应该包括至少一个来自中国的疫苗 但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 文章称 早前有些美国观察人士对中国疫苗研发的努力冷嘲热讽 如今中国取得的成就非常显著 中国在疫苗研发方面的进展超过任何国家 目前已经有四个产品进入第三期试验 美国财富杂志援引巴西圣保罗州州长多利亚的评论称 在巴西进行临床研究的第一批结果表明 来自中国科兴的科尔来福新冠灭活疫苗 是迄今为止在该国进行评估的最安全最有希望的新冠疫苗 此外 报道还总结了中国研发生产新冠疫苗具有的优势 中国拥有广泛的信息集中能力 目前正在有效地以公开的方式加速开展第三期试验 中国疫苗都被设计用于快速生产和快速扩展 这对遏制疫情很有帮助 文章认为 美国政府早前多次就新冠疫情对中国进行抹黑诋毁 现在来看 这样的宣传报道已经让美国进退两难 总不能一边叫喊着中国病毒一边又用中国生产的疫苗吧 如果最后美国还是要用中国的疫苗 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 这将是一次羞辱性的打脸 安东尼福奇博士在周日表示 我们将在11月底12月初知道疫苗是否安全有效 12月份的疫苗数量肯定不足以为所有人接种 得等上几个月才能等到 不过对于美国来说 也许劝美国人接种疫苗比研发疫苗这件事的本身更难 更可悲的是 科学家的建议在特朗普代表的一些美国政客面前 似乎一文不值 在美国疫情失控的情况下 特朗普仍然最新于大选 并密集举行集会 试图为自己拉票 而美国的普通民众则正承受疫情带来的后果 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那么特朗普为什么又高调宣布不会去控制疫情呢 三个原因 一是特朗普想淡化新冠疫情的影响 特朗普以身试毒地向公众表达 新冠疫情不过是个感冒 他感染三天就出院了 所以新冠疫情根本没必要控制 二是为了经济恢复 特朗普如此宣布可以刺激大家的生活正常化 这样有利于美国经济恢复 对他的选情就有积极影响 三是大选投票 相信特朗普的人越多 相信特朗普的人投票越积极 对特朗普就越有利 所以他淡化疫情也是为了刺激支持他的人投票 对于美国新冠疫情的发展 让我们真正看到了中国制度对比美国制度的优势 也让我们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对于美国疫情的发展 中国已经释放了足够的善意 已经为美国提供了足够多的帮助 据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自3月1日至10月18日 一共向美国出口了口罩377亿只 平均每个美国人能得到100多只口罩 另外 中国还向美国出口了外科手套7.4亿双 防护服5.6亿套 护目镜4154万副 呼吸机11701台 然而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面对美国倾尽全力的打压 中国对美国则是仁至义尽 美国坏事做尽 最后倒霉的肯定还是美国自己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